这节课将为大家继续讲解绘制动画下边的绘制logo 上一节课我们已经绘制了一个动画小人挥手的动作 这节课我们将绘制一个logo动画 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实际案例 这是一个google的动态logo 好接下来我们将来学习如何制作这样一个绘制logo的动画 我们来到Motion找到我们的素材 我先提前下载了一个logo的PNG文件 把它导入到Motion之中 调整我们项目的环境色 把环境改成白颜色 背景则为环境 好下边就要为logo图层添加图像遮罩 遮罩在以后的遮罩课程中会专门为大家讲解 这节课先跟着我一起来制作吧 好下边选择画笔 修改画笔颜色 选择一个粉红色 继续修改画笔的宽度 让画笔能够遮住logo的宽度 好差不多开始绘制 沿着第一个字母进行绘制 让画笔把字母勾一遍它的轮廓 小心一点 不要让画笔的边缘没有勾到或者是抽出轮廓 好我们绘制完了第一个字母G 下边要选择编辑点 对画笔的锚点进行编辑 让画笔完全的挡住G字母 关闭动态参考线 好继续编辑 让所有的锚点都覆盖第一个字母 好现在看上去已经覆盖上了 好已经覆盖完成了 那下边就要为画笔建立行为 我们把画笔新建一个群组 来到资源库行为下边的形状 还是绘制外框为画笔添加绘制外框 缩短绘制外框行为的时间长度 让它变得短一点 好有些太快了 我们再继续编辑一下它的时间长度 好这个时候选择遮罩 选择编辑器 把群组一拖拽到遮罩源中 我们再来看 这个G就被我们的画笔绘制出来了 对吧 它有了一个绘制过程 那下边继续添加遮罩 我们要把Google后边的几个字母 同样建立画笔遮罩 下边绘制第二个字母O 慢慢的选择画笔 把O的外框绘制一遍 好 按住Option 把画笔重新建立一个群组 按住Option 把绘制路径动作复制一遍 来看一下 O也有了一个绘制的过程 让它们两个有一些错针 就是让第一个字母和第二个字母 有一些错针的变化 然后选择图像 遮罩 把群组二拖到遮罩源之中 这次我们修改一下 遮罩源的运动速度 把它变为反向 好 这个时候看到O也被绘制出来了 我们再尝试修改一下绘制O的速度 变成加速 好 下边我们再尝试修改一下绘制行为的运动速度 好 下边继续为Google logo添加遮罩 来编辑第三个字母O 添加新图层 选择绘制画笔 修改画笔宽度 不要让这只画笔挡住了第二个字母 好 现在开始绘制 现在开始绘制 慢一点 我们把O继续做一个绘制画笔 好 选择它的出点 入点 继续选择Option 按住行为 为画笔添加行为 好 现在继续选择图像遮罩 把群组3拖拽到遮罩园中 看到第三个字母O 也有了一个绘制动画 好 还不错 继续添加 继续为Google添加图像遮罩 然后新建群组 来绘制第四个字母 G 我们继续编辑画笔宽度 慢慢的绘制这个字母 好 屏幕往下方拖拽一点点 这个地方不要紧 我们一会儿还会要修改 选择编辑点 来对刚才画出的地方进行修改和删除 选择锚点 按Delete键 它就被删除掉了 我们把多余的锚点删除掉 把最后一个改变成线性 拖拽到上边 好 此时我们已经看到G被覆盖上了 再修改一下没有覆盖上的地方 再修改一下没有覆盖上的地方 就是继续为图像遮罩建立遮罩源 我们把群组4拖拽到遮罩源之中 好 G的动画也建立完成了 下边还剩两个字母 我们继续往下做 添加遮罩图层 继续 在新的群组中 用画笔绘制 好 绘制完成 我们继续复制行为 给画笔 修改画笔的出点入点 为遮罩添加遮罩源 重新选择一下遮罩4 选择群组5拖拽到遮罩源 好 我们再来播放看一下 L也有了一个遮罩 好 下边还剩最后一个字母 继续添加 添加图层遮罩 新建 群组 绘制画笔 绘制最后一个字母 E 我们从尾巴开始绘制 慢一点 好 E也被绘制出来了 我们对E的第一个锚点 进行一下修改 没有遮罩住它 好 有一些小的调整 调整画笔的位置 为画笔添加行为 按着Option键复制行为 好 看到E也有了一个被绘制的过程 好 下边就是为图层遮罩添加 遮罩源 好 我们现在缩小看一下 看一下整个画面 Google的logo就有了一个完整的遮罩动画效果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主logo的遮罩动画就已经建立完成了 好 下边还有一个中文没有建立 我们继续为两个谷歌的中文建立遮罩 好 我们用绘制画笔把两个字全部涂抹起来 好 来到两个中文的字母 我们调整画笔的宽度 调得细一点 开始对谷歌两个字进行绘制画笔 这次不是沿着字母的排列顺序 而是把它全部的绘制上就可以了 有一些没有挡住的地方 继续选择编辑点 选择画笔 选择编辑点 我们再对编辑点进行编辑 让画笔完全挡住字母 好 可以了 同样复制行为 选择图成遮罩 把遮罩圆拖拽进去 我们来看一下 好 中文也被绘制出来了 调整一下中文的播放时长 让播放时长变得快慢一些 好 看到谷歌也被擦除出来了 对吧 好 这样子 我们的整个 logo动画就已经建立完成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的完成效果 好 看上去还不错 对吧 最后一步就是导出 导出我们的使用播放范围 我们来看一下动画 就是画面上的这个样子 下一步 把它储存在桌面之上 起名logo 好 点击储存 这个样子 我们的绘制行为动画就已经建立完成了 如果你还没有看明白的话 可以反复仔细的看一下我讲的视频 这节课讲的也是比较的快 行为也是非常的好建 好 绘制动画也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将讲解的是关键真动画 好 关于这节课所讲的一些遮罩动画 我们也会有专门的遮罩动画讲解 等到以后讲到遮罩动画的时候 有问题 同学们再向我提问吧 好 希望你在课下通过我提供的原始文件和工程文件 对遮罩动画进行多多的练习 无论是建立小人伸手伸胳膊 还是建立绘制logo 希望你能够多多练习 并且能够举一反三 把我所讲解的绘制动画 制作出更多更有意思的绘制效果 好 同学们下节课见